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你们要看的 这就是某平台销量非常高的 好像是销量有几十万吧 大功率的PD充电器 所谓的氮化夹 它有100瓦的功率 有四个充电口 这个充电器的话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做测试 拆解的话肯定是要拆的 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 喜欢我视频的帖子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像这种充电器的视频 我们拍了过后 过不了多久 这个视频就会被投诉下架 大家且看且珍惜 我们话不多说 开箱这一个销量几十万的 100瓦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是哪个平台的 咱们也不说了 大家心里明白就行了 这里是充电器的图片 100瓦标识 PD5A的标识 背面一个充电场景图片 这下面是规格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 220伏的8只电源线一根 这是充电器本体 所以充电器还赠送了一个这个东西 应该把它夹住 可以做一个充电站来使用 这个充电器说实话 拿到手上是没有分量的 100瓦的充电器的话 没有成熟的感觉 手敲上去 空荡荡的感觉 这上面是100瓦 PD3.0 USB-C充电器的一个标识 背面是它的规格信息 没有3C认证 型号标识 这里是型号PD100瓦-IQ33 它的型号叫100W 大家记住这个100W 这是100到240伏的全球电压 这是输出功率 Type-C1口 最高20伏5A100瓦 Type-C2口 最高功率 9只12伏 1.5A 18瓦功率 两个USB-E口 输出功率是5伏2.4A乘以2 总功率只能输出100瓦 中国制造 然后下面是什么FCC认证 什么循环10年 欧盟CE认证 不要垃圾桶 可循环利用放在这里干嘛 双路绝缘室内使用 还有一个ROHS的环保标识 还有英国的UKCA认证 我估计这些认证的话都是假的 充电器这一面 为一个8字电源输入口 这里有一个通电指示灯 两个Type-C口 内部舌片都是黑色 两个USB-A口 内部舌片都是橙色 这里有个IQ的标识 100瓦标识和18瓦标识 总功率不能超过100瓦 这个充电器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 实际充电测试吧 进入实际充电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四个充电口的协议的情况 我们测试一下 它的快充兼容性 接上它的8字电源线 这里有一个电源指示灯 马上就亮起来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 它Type-C一口 协议支持的情况 高通QC3.0的 5V 9V 12V 3.6G 12V 华为FCP的 5V 9V 12V 最高功率是 18瓦功率 华为SCP的 最高功率22瓦 三星AFC的 5V 9V 12V 最高功率24瓦 这里有一个 PD3.0 100W PPS QC5 PD3.0点进去 固定档位有5个 最高25V 100W PPS 5A也是一个100W的 然后这一个 DCP和Apple 2.4 两个基础功率 Type-C二口的协议的情况 不是Type-C二口 只有18瓦吗 怎么这里测出了 一个40瓦的 有高通QC3.0 5V 9V 12V 华为FCP的 5V 9V 12V 最高18瓦功率 这个SCP竟然达到40瓦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后面测试再看 三星AFC的 5V 9V 12V 最高24瓦功率 展讯的SFCP PD3.0 20W PPS QC4加 固定档位三个 最高12V 1.67A 两个PPS档位 然后这个DCP和Apple 2.4 两个基础功率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 USB-Echo协议的情况 USB-Echo就是三个基础功率 DCP SAM 和Apple 2.4 下面这个USB-Echo 它的协议也是一模一样的 三个基础功率 看完这个充电器的协议测试 是不是感觉这个充电器 它的兼容性是蛮好的 我们来进行实际的兼容性测试 这部手机是米家的设备 首先我们来看Type-C-Echo的情况 启动的是PD27W 真实功率的话 大概就是15W左右 因为这些充电器都没有 小米的私有协议 这个功率也是差不多的 我们再来看看Type-C-Echo的情况 启动的是PD14W 功率不稳定 有时候18W 有时候14W 这个功率浮动的很厉害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Type-C-Echo 它是有SCP的40W的功率 荣耀60 老款的一个荣耀手机 来测试一下 显示的是超级快充 功率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把我们的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呀 说好的超级快充在哪里 就是5V2A 10W的功率 我们再插一下 确实是显示的超级快充 功率的话 确实也是只有10W 我们再来看Type-C-Echo的情况 没有快充的标识 功率的话 7W左右 再插一遍 还是一样的 没有快充标识 功率的话 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显示一下3C手机知识的情况 显示的是超快充电2.0 实际功率14W左右 Type-C-Echo显示正在快速充电 功率也是在14W左右 这部手机是荣耀100 它可以支持100W的PPS 这个Type-C-Echo它是有100W的PPS 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一个单闪电 变成两个闪电 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 只有9W 5V2A9W 究竟是我在测试它 还是它在测试我啊 我们来看Type-C-2口 显示的超级快充 启动了PPS 正式功率的话 可以跑到16W左右 这部手机是OPPO的A3 我们先来测Type-C-Echo 可以显示正在快速充电 实际功率的话 在13W左右 我们再来看Type-C-2口 跟C-Echo是一样的 实际功率13W左右 这部手机是iQOO的J9X 它可以支持UFCS和PPS 33W的快充 我们来看一下 它支持的怎么样 可以显示Vivo加的散充标识 显示的是PD3.0的18W 真实功率也只有18W 说好的100W的PPS呢 最起码你33W要支持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Type-C-2口 一样的可以显示Vivo加的散充标识 这个功率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10W 17W 20W 马上又下降 这个功率浮动的很厉害啊 手机兼容部分大家都看了啊 只有个别的可以超过20W的功率 但是非常不稳定 20W马上就会下降到10级瓦的功率 这里写着100W的PD 我们就来测试它的公版的PD 究竟支持的怎么样 经常看咱们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这一个充电站就是100W的 一共16颗18650的电芯 我们直接拉它的100W功率 大家看一下 可以启动20V 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一直在攀升 然后马上就降为0 一直在攀升 马上又降为0 我这个充电站只有36个电 然后这一个是咱们一个60W的模块 我们来测试它的60W 看看能不能拉起来 启动20V 这个也就是60W 它可以拉动的 我们直接用负载仪 试一下它这个20V的档位 最高能拉到多少瓦 现在我们启动的是 20V 2.5A 也就是50W的功率 我们直接加到20V 3A 60W的功率 我们再加电流 4A是拉不动的 也就是80W功率 拉不动 最高只能拉到20V 3.7A 也就是73W左右的功率 我们现在直接用负载仪 拉它的20V 3.5A 70W的功率 看它能够持续多久 我们还持续的测试它的温度 这个所谓的100W的充电站 70W的功率 持续运行了接近两个小时 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70W的功率 还是比较平稳的 运行了两个小时时间 最高温度也在50度左右 这个烤机的过程 咱们也用热箱仪 采集了两张图片 一张是一个小时的时候 一张是接近两个小时的时候 温度 跟我们用这个采集线 采出来的温度是差不多的 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100W的 咱们是降了功率 在烤机的 区区的70W的输出功率 比PD65W高那么一点点 这个所谓的100W的充电器 既然销量是这么高 我们还是把它的数据 做一个详心的测试 让已经购买了 这些产品的朋友 心里面有个数 我们来测试它的 转换效率和稳波的情况 测完过后 我们就把它直接拆开 现在是110V 60Hz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 浪用功耗是0.4W 经过几分钟的测试下来 它的综合待机功耗为 0.2W 5V3A15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 18.2W 这边直流输出 45.3W 则算下来 转换效率 84% 9V3A27W功率 110V输出 30.9W 这边直流输出 27W 则算下来 转换效率 87% 12V3A36W功率 110V输出 40.7W 这边直流输出 36.1W 则算下来 转换效率 89% 15V3A45W功率 110V输出 49.9W 这边直流输出 44.5W 则算下来 转换效率 89% 20V3A 60W功率 110V输出 66.7W 这边直流输出 59.6W 则算下来 转换效率 90% 还是那句话 这个充电器 100W拉不出来 没有办法测试 100W的 转换效率 现在是220V 50Hz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 浪油功耗是5W 然后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待机功耗 一直是0.5 0.6之间摆动 综合下来 220V的待机功耗 为0.55W 5V3A 15W功率的时候 220V输出 18.4W 这边直流输出 15.4W 则算下来 转换效率 84% 9V3A 27W功率 220V输出 30.9W 这边直流输出 27.1W 则算下来 转换效率 88% 12V3A 36W功率 220V输出 40.5W 这边直流输出 36.2W 则算下来 转换效率 89% 15V3A 45W功率 220V输出 49.5W 这边直流输出 44.6W 则算下来 转换效率 90% 20V3A 60W功率 220V输出 65.4W 这边直流输出 59.7W 则算下来 转换效率 91% 我们现在来测试 它的纹波输出的情况 首先来测试 它的Type-C 一口的纹波 5V3A 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38.9毫浮 平均纹波在 36毫浮 左右 9V3A 27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7.7毫浮 平均纹波 39.8毫浮 左右 12V3A 36毫浮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2.9 也就是63毫浮 平均纹波在 58.1毫浮 左右 15V3A 4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3.1毫浮 平均纹波在 58.3毫浮 左右 20V3A 60毫浮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57.1毫浮 平均纹波在 49.7毫浮 左右 这个纹波表现还可以啊 现在我们来测试 C2口的纹波 5V3A 4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14.1毫浮 平均纹波在 66毫浮 9V2.22A 也就是C2口的最大功率吧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90.7毫浮 平均纹波 65毫浮 左右 12V1.67A 也是20W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5.1毫浮 平均纹波 53.3毫浮 左右 这是这个充电器 Echo纹波的情况 5V2.4A 也就是12W的功率吧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0.1毫浮 平均纹波 46.6毫浮 左右 这是另外一个 USB ECHO 它纹波的情况 也是5V 2.4A 12W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82.7毫浮 平均纹波 68.9毫浮 左右 这一波测试下来的话 说实话 这个转换效率 做的也很不错 纹波做的也很不错 可就是 手机支持方面 不太稳定 说白了 也就是没有认真的 去做一个产品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拆解这一个 100W的充电器 拆解之前 我们先来拆这一根线 我们看一下 这个线内部的铜丝 用料怎么样 八字插头 它是锡瓷的 证明内部的材料 是用的铁质的材料 我们直接剪掉线材 拖开以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号称是 可以过6A电流的线 这就是内部的铜丝 这个所谓的铜丝 用刀片刮一下 大家看一下 全部都发白了 这个是铝丝 这些人就是这样的 脱工剪掉 我们现在来拆这个充电器 看来还是撬不动 我们直接用切割机 直接把它切了 切得差不多 我们就把外壳撬开 这个壳体竟然还有两层 切到了主板的背面 咱们用同样的方法 切开上面的盖子 拆解充电器 有出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 先给这个大电容 我们放一下电 这里大概有三四百伏的高压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千万不要模仿我们拆解充电器 放完电以后 就可以把板子直接拿出来 这是中间的一个框架 两个缩大的散热片 这个变压器 这里一个大的电解电容 然后这是EMI部分 这边是直流输出部分 按道理来说 这个电路架构 应该是可以支持 100瓦满功率输出的 这个充电器 我已经把它拆解开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内部的架构 大家就知道 这个充电器 它为什么没有100瓦的输出了 经常看咱们视频的老铁 都应该知道 咱们如果是介绍 正规的品牌的话 我们会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这种三五品牌 我就大概的把电路给大家过一下 首先是开关电源的EMI部分 这一颗树丰的微型保险石 来自东莞的麦瑞电子 规格是3.15A 耐压250V 这一颗是安规X2电容 来自深圳天太公司 规格是0.22A 耐压275V 整流桥是安装在这个位置的厂家 规格是4A 耐压1000V 这个是充电器的供摩电感 你说它用料不好吗 但是它又舍得用这个东西 这颗高压滤波电容 来自深圳的创意性电子 规格是150V 耐压400V 从电容的负极 这里牵了一根线出来 连接到这个地方 这个不知道是作为地线用的吗 还是干嘛用的 开关电源的主控芯片 它是来自上海的昂宝电子 我去昂宝官网查了一下 型号是OB2281 它的最高功率 只能够支持到80瓦 开关电源的主开关管 来自上海的维安科技 型号是14N65C4 这是一颗NMUS 这颗六角芯片 是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来自深圳的茂瑞芯 适应型号是91808 同步整流开关管 来自陕西的龙腾半导体 型号是LSGD10R080 也是一颗NMUS 输出滤波电容 两颗来自湖南的圣通电子 规格是680违法 这个就是充电器的变压器 同时的话用的很粗 这边是次级电流输出段 前面这一部分为初级电路 中间这里为次级同步整流电路 这一个负责反馈调节电压的 一个光电偶合器 来自深圳奥伦德10页 型号是1009 然后这上面有一颗431的 稳压芯片 这个充电器用了两颗安规外电容 上面有品牌logo JNC 来自东莞的加赖电子 这一个是C1口的输出电压模块 这个是C2口的电压模块 A口的话 两个公用一路电压模块 这是Type-C1口的 芯片的话 基本上都是来自深圳英吉星 生姜压芯片IP6550 协议控制芯片 4E型号是IP2723T 这一颗芯片 确实是一个100W的芯片 配合IP6550 用于生姜压的两颗NMOS管 它是来自深圳的泰德半导体 然后这一个输出VBUS开关管的话 咱们就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的了 输出滤波电容 220V 25V Type-C2口的主控芯片 也是来自深圳的硬吉星 型号是IP6520 这是一颗20W的协议输出芯片 类似有NMOS 然后配合使用的就是有一颗电感 然后这里有一个220V的输出电容 两个Echo用的这一颗芯片 来自深圳的恒程微科技 按照官方的规格 看来一下是3.6A5V 用来控制两个Echo的输出电流 然后旁边有一个加压电感 这里还有一颗滤波电容 这颗滤波电容的话 是来自湖南的圣通电子 然后Echo这里还有一颗六角芯片 这个芯片是来自深圳的微圆半导体 它的试音是LPS 这是一颗稳压过流过压保护IC 以上就是所讲的 这个整个充电器的一个电路的架构 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能够带动100W了吧 70W左右的一个开关电源 C-Echo它需要100W的功率 这边供不上 这个不停机才怪了 还有就是手机充电的时候 它这个电流输出非常的不稳定 我给大家看一个细节 都是厂家的品控的问题 大家看图片 这个IP650 这个深加压芯片 这一排引脚 好像是没有焊接到 这种QFN封装的芯片 焊接的不好的话 很容易造成虚焊的情况 如果虚焊的话 就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 还有这个IP2723T 大家看一下这一排引脚 一样的好像是没有焊接对的 以上就是这个销量几十万的 一个100W的充电器的所有的内容 评测到拆解 咱们一气呵成 这个视频放出来以后 我估计有很多人会投诉我 大家且看且珍惜 有你们的支持 我才有动力做下去 像这种充电器 咱们做得好的话 他们呵呵的笑 咱们的数据做出来不好的话 他们就会背地地 疯狂的在投诉我 特别是抖那个平台 那些人非常的不地道 有你们的支持 咱们啥都不说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